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話說廣播處長梁家榮 他就向全體的港台員工發出一封公開信 在這封信件裡他就提醒員工 記得要遵守一國的原則 也是解釋了當港台節目面對著投訴和批評的時候 他們所持的態度和處理辦法 我相信這封信件是他受到壓力下才撰寫的 雖然是這樣 但看通篇的信件 是找不到梁家榮有片言隻魚責備港台的員工 反之他對這班員工愛護有加 作出了親切的勸勉 到底這封信件是怎樣寫的 我選了一些重點和大家分享 第二段說 港台繼續成為封眼 幾個節目觸發的迴響 餘音不斷 近大半年的讚賞和投訴量之龐大 足以反映得到 港台沒有與社會脈搏脫折 然後他就說 自己身為港台總編輯 有必要對於投訴作出回應 第三段就這樣說 說港台作為一個公共廣播機構 面向社會 須包容不同的看法 接受各種批評 君子民過則起 任何意見批評都是鞭策抵禮 對於感到被冒犯的 我們誠心致歉 畢竟我們服務的對象是整個社會 從來都沒有視任何人或群體是敵人 這個其實就是向那群藍絲和警察說得非常清楚 港台的節目根本上就是就事論事 就是擺事實講道理 根本就沒有當你是敵人 起碼他稱呼警察的時候就沒有稱之為狗 或者沒有稱之為黑警 大把網台稱呼你這個警察 一開口就罵你是黑警 起碼港台就沒有這樣做 根本上人家就沒有加到任何牽涉到個人情感的價值判斷下去 只不過是將客觀事實報導出來 描述出來 喂 你若然乾犯那些是惡行 那麼他自然描述出來就是惡行的 沒有理由幫你美化他 是吧 這些傢伙真是瞞不講理的 好了 接著第五段怎麼說呢 就提醒那些港台的人 各同事必須繼續確守港台一向視為歸熱的約章 這個歸熱就是典範 用得非常文雅 所以你看到梁家榮的語文水準是相當高 好了 接著他就說到 一國的原則不能違反 務必遵循與港台相關的首則製作節目 當然我亦都相信 梁家榮身為廣播處長 他就不會對於港台節目橫加干預 更加不會干擾編輯自主 當然有些人想從他的口中說出這些花瘟的說話 那麼他就照本宣課 是不是說一國原則是不能違反的 有什麼問題呢 我亦都不見得 或者社會大眾亦都不見得 港台的節目是有違反一國原則 好了 最後就厲害了 最後那段梁家榮引典 引了一個送詞來勉勵員工 他怎麼說呢 港台立根香港繁九十二年 歷盡崎嶇風雨 總能秉持信念 未亡初心 江頭未是風波惡 別有人間 行路難 各同事共勉 其實梁家榮所引述的這句送詞 就是出自南宋阿新氣侄 那首詞就叫做 借姑天送人 如果要解釋這句話的寓意 最好就連同之前那句一起看 金古恨幾千般 子英離合是悲歡 江頭未是風波惡 別有人間行路難 整句話是怎樣 即是說 古往今來令人悲憤怨恨的事情 又何止千宗萬宗那麼少 難度只有離別才會令人感到悲傷 只有罪合才令人感到寬慰嗎 江頭上風高浪急 當然是十分之險惡 但是人間所走的路更加是艱難 其實是說什麼呢 這個行路難是隱典的 就隱了百居易的太行路 怎麼寫的呢 行路難 不在水 不在山 只在人情 反覆艱 說得很清楚 不用解釋這句 那有什麼寓意呢 看看背景 新氣侄寫這一首詞的時候 當時他在南宋已經被人彈劾 沒法做官 因為當時他得罪了很多南宋的主政投降派 那些主張就是南宋應該整個國家向金投降 他不肯 他忠君愛國 所以就被主流派排斥了 於是寫這首詞 其實就寫了 就算是個人的得失 就被人彈劾也好 是一點都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國家的大事 就是社會的福祉 所以這首詞 引用在這個環境當中 暗示了 就算有朝一日 他可能要提早離開 不能再坐一會也好 只要他一天還是廣播處長 他也會捍衛新聞自由 以及堅守編輯自主 當然這是我的詮釋 只不過我相信梁家榮也是這樣想的 否則他就不會引出這句送詞 這句當然對於員工很有勉勵的作用 反映得出梁家榮也是很有傲骨的人 實際上他的合約 就逐到2021年中 就拜拜了 看起來 似乎林鄭 當然林鄭自己本人也不知何時拜拜 但是看起來 就算誰做行政長官也好 梁家榮似乎是不能再續任下去了 加上年齡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因素 因為梁家榮今年都已經六十有七 下年就六十八 到時候還不借用這個原因去撿走他嗎 但是我覺得一個人的年齡不重要 最重要是看他做事有沒有心有沒有力 有沒有意義去捍衛港台的獨立自主 如果是沒有的 你找個三十歲、二十歲的去做 都是沒有作用的 如果只懂得跪低 只懂得向政權來迎合 這些廣播處長 回家睡覺好過 這些人一定會遺臭萬年 當然我相信 梁家榮做完這一任的廣播處長以後 他都可以在香港廣播史上名流千古 接著就看看一些猛炳建制派議員 這個就是何君妖 他今天出席立法會辯論財政預算案的時候 他又再批評港台說他收政府的錢 就攻擊政府 這些人完全不理解公共廣播為何物 不過不要緊 我們已經在節目中說過很多次了 我相信所有人都知道什麼叫公共廣播了 好了 他就說 提出要將港台和政府的新聞處合併 成為官康的電台 要為執政者來服務 到時候就不需要每年再額外花費十億元 任由港台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這就反映得出完全就是這些建制派的思維 就是把政府新聞處和香港電台的職能撈亂他 他根本上就不需要一個為民喉舌的電台 不是需要一個公共廣播的服務 而是需要一個官媒 就這麼簡單 他就不去政府新聞處擴大他的業務 政府新聞處可以請一班人回去 專門在這裏唱好政府也可以 你就去做 如果通過的話 反正你都可以通過了 你又撥10億8億去政府新聞處那裏 專門開一些網台出來 就說你特區政府來補價護航 K18也不用請 就由你特區政府出資 你去做吧 反正你也是行惡法的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香港電台的Facebook專頁只有1萬人讚好 當然不止 人家有60多萬 何大議員 對嗎 毛主席說什麼 他說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 你都引用了錯誤資料去質港台 很愚蠢 然後他又說 質疑港台Facebook的讚好是可以造假的 將1億購買多少like都可以 喂 你猜那個是建制派嗎 是不是 港台是用公帑的 他怎樣買like 他怎樣開單 怎樣出數 你都愚蠢 自己硬出來嗎 那些全部都是公務員 他會不會肯製 神經病 怎麼會說這些話 在議事堂當中 說人家買like 要不要買like 堂堂香港電台要買like 什麼 根本上港台為何做一個公共廣播機構 他不是為了收視 不是為了追逐收視來製作節目 他就是為了製作一些真實的東西給觀眾看 剛剛才說 他不是一個雙營的機構 他不需要像TVB那樣 專門要做一些節目出來迎合觀眾的口味 對觀眾看 那些劇集這些路路 喂 他不是這些雙營台來的 他需要買like 他一個like也是這樣做 十個like也是這樣做 一百萬個like也是這樣做 他也是鬥那份量而已 港台沒有花紅 是不是 公務員 怎麼會買like 我真的不明白 怎麼會說這些話 真是沒有水平 真是 何君堯 好了 今天這些警察又去天水圍搞事了 有些網民發起了天水圍和你唱 整班警察就衝進去天水圍家湖銀座商場 現在改了也不懂得叫什麼名字 總之就是以前叫家湖銀座 好了 整班人衝進去 你就是搞攬炒 所以整班建制派 誰這樣說人攬炒 最喜歡在香港搞攬炒的就是香港警察 搞了這些限罪惡法 遲些又說放寬到八個人 你又怎麼抓呢 到時又抓集成軍 隨便抽到八個人又罰高票 好心你取消 沒有了這個科學根據 這個限罪令是八個 你無非都是想這些集會示威遊行 不用搞而已 沒得搞而已 浪費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